大家好 这次我要说的内容是针对中级学过一两年法语的你 常见的错误 然后怎么可以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一下 来我们不要浪费时间 马上开始 我会分三个部分 听说读写 然后现在我想说的就是 其实想先准备一下你们的学习方式 准备一下什么呢 准备一下 告诉你们的学习方式本来就是乱七八糟的 为什么 我当然是一个整体来说 当然不是每一个学习方式 每一个教法语的人都会这样教你 对不对 有法语老师有很多 我也不觉得我是一个法语老师 先提醒一下大家 但是没有人相信 所以没关系 你们学法语的时候呢 我也没有在批评啊 而且要 我真的要小心怎么说话 我没有在批评你们 也没有在批评任何人 我只是在说事实 我喜欢说真话 你们学法语的时候呢 通常就是在一个大学 大学学法语 或者是在一些比较大的语言机构呢 学法语 他们那边呢 可能有也去教德语啊 什么什么 各种各样的语言 或者是就专门学法语的 也有啊 我没有在批评他们 但是事实就是他们呢 教你的法语 就是为了你能考得上 这个法语水平考试 FL 或者是FL不知道什么 所以他们教你的法语 是准备 就是这样你就可以考试的时候呢 你就看得懂 提是什么 你考官等哪些问题 因为问题没有一千条 就那几个嘛 就自我介绍 挑个东西 然后回答一个什么问题 其实不是非常难 而且生活用不到 但是呢 你有了这个证书之后呢 你可以移民 你可以上大学 你可以这个 所以他呢 他这个证书这个东西呢 先说他们那些机构啊 他们呢 就是教你的法语 就是为了你能考上这个 就是为了你能得到这个东西 你得到了这个东西呢 就像一个驾驶照一样 一个驾驶证 你要是不会开车的话呢 你可能现在听不懂我 我在说什么 但是你要是会开车 有驾驶证的话呢 你一定明白 你学开车和你第一天上路的时候 是不是区别很大 是不是两回事 就完全就是你 OK 你那时候 这个是第一档 第二档 然后这个是刹车 这个是油门 OK 但是你到了 真的上路的时候呢 就所有东西 跟你学开 根本 根本是两回事 所以你们学的这个考试呢 跟事实 跟法语呢 就是两回事 所以我需要告诉你们 你们 不是你们的错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教法语的就是为了能考得上这个东西 所以呢 你们就 就就学的 本来 本来 本来就是 就不可能像我们法国人说话一样 这个是这个是第一 第二呢 你们在哪里学法语 呃 法国人呢 或者是其他外国人 他们通常也不是每一个啊 我是在整体来说 会去当地 会去 会去北京上海 什么台北啊 什么 他们就会去当地去学中文 当然有在法国学中文的 但是他们就会去 就会去当地学中文 而且中 就是在这些大学啊 比如说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这些就是全世界学中 就是教中文最 最有名的大学吧 当然有其他的啊 但是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就就学中文就是去那边 出来的人 会说中文啊 但是 从法国出来的人 不一定 不一定会说法语 而且我要 我要加上的就是 对于华人来说呢 呃 你比如说 你们呢 我对有区别就是 你们呢 就不一定会去 呃 法国或者是加拿大 或者其他 呃 地方 我们就说法国和加拿大吧 不一定呃 瑞士啊 比利时 不一定会去那边学法语 会在国内啊 会在 会在 自己住的地方附近 呃 找个地方学法语 所以你们没有环境 外国人呢 他们来 他们不仅是在 他们什么都有 有环境啊 有有 有好的教学方式啊 我觉得北京元皇大学 他们 可以教会一个人 中文 就 就是这样啊 没有在夸你们 也没有在 没有 就是事实 所以 你们又不去 你们又没有环境 但 那你们到了 法国 到了加拿大 哎 不只是你们学法语啊 有其他外国人啊 所以他们呢 可能已经会说英语 如果是用英文教法语 会说 如果用法语的 没有人 没有人直接教你用中文 对不对 很少啊 所以你 如果英文不太好 你到了那边 可能会听不懂 你法语不会的话呢 他要是用稍微 一点法语你更听不懂 但是其他外国人呢 他们会听懂啊 西班牙的 葡萄牙的 什么意大利的 德国的 他们都会听得懂啊 甚至是 那个南美的人 他们西班牙语 非洲的 他们都没问题 其实 所以呢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要告诉你们 你们学法语 这个学到这儿呢 已经就是 可能不太自然 所以现在呢 看一下你们说话 和写的小问题 然后 能有什么办法 刚刚说了 你们学法语的方式呢 可能本来就乱七八糟 所以你们现在 所以你们说的乱七八糟的话呢 或者有些 有些人也不是 说的很好 但是 如果说的 有点正式吧 可以这么说呢 不是怪 不要怪你们 而且我没有在怪任何人 这是 只是事实 你 你卡完这个驾驶证和你上路呢 真的是两回事 现在说一下你们说话 有什么问题 然后 我会提供一些办法给你们 你们学法语 毕竟有点正式 那你们说话就有点正式 然后你们说话正式 然后你们的思维 这个不只是我会这样说 很多很多人会 会 也会这样 这样说就是 你们的思维呢 很复杂 就是 因为是 你们 我说的是成年人啊 因为小朋友 没有这些问题 小朋友的思维 不会有这么复杂的东西 成年人啊 哎呀 非得要说你们想要说的那个字 哎这个字怎么说 那个字怎么说 但是你可以用简单的词语呢 表达这个东西啊 为什么你非得要这个字呢 然后会用错 因为你之前本来的机构呢 有点 可能会有点正式 然后真 哦 这不错 OK 你们要想得简单一点 être simple simple 做些词 simple 不只是我这样说 很多很多的人 说 要做些词 simple 这样我们会明白 否则我们会不会明白 OK 那么 你们的诀子呢 如果可以简单一些 会更好 不要非得要找一个 那个字 你们要先学会 因为你们学的法语正式 你们要先 重新学会怎么简单做人 你明白吗 et simple 这个不只是 我再次说一下 这个不只是你们 有其他外国人 但是他们会转得更快 因为他们有其他 可能你们没有的 基本基础 如果是一个意大利人 他学法语的话呢 他看的正式法语 他很快就可以变成 他会转得很快 他学的就是会比你快 没办法 就像你学日语 一二三的三字 对不对 你学日语 你学什么 泰文 都比一个外国人 学泰文 或学中文 一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不只是你们 那么 比如说 我一会儿呢 我这有个句子 一会儿呢 会详细的 就是说一下 你们写的问题 因为 我现在的句子呢 就是想要 想要给你们看 什么是简单 什么是复杂 因为你们 看的书 你们看的也实在太多 你们怕说话 你们怕说错 老师小时候骂我 什么什么 OK 现在是成年人 没有人会骂你 所以不用 不用这样 错也无所谓 比如说这句 不说 不说 但谁说 没有人 人家 你不能说 你不说 别人 我 我 不说 拿到 我的 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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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一会儿 啊 oui 我忘了把我的帽子 是这样 我会拿着一票 啊 我忘了把我的帽子 你明白吗 这是简单 如果你们只会说 或者看明白第一句 因为教你的就是要看懂这些东西 所以你们看懂这些东西 是不错 但是你们不会说 啊 je vais prendre un papier je vais prendre mon passeport si j'oublie mon passeport je ne peux pas prendre mon papier ça c'est être simple comment être simple 你们要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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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谁没有VPN 对不对 你没有的话 你就问一下 相关电脑高手 什么叫一个VPN 你要去国内的看到这个视频 你去法国内的电视台 纪录片 纪录片里面可能有些采访采访的时候呢 这些人呢不是有个剧本的 电视啊 什么 什么电影啊 都是有个剧本 一个剧本呢 写的就是会有这么一定点正式 好吗 所以你们要看一些自然的东西 自然的发言 这个呢 可能会出现在 比如说一些游戏 一些电视游戏 可能他问 他问三选一的那些题啊 都会写下来 而且写下来呢 不只是 你会听到这个自然的发言 这个是你的听力 你起码听的不像你们习惯听的这个 或者是看的正式发言 然后最大最重要的东西呢 就是你们要像 这个是 我是这样做啊 你们不要 你们不要觉得 说一下 说一下 你们不要觉得 我的中文的词汇 非常的厉害 你们也可能听得出来 我的词汇不是这么的 不是这么的牛 我只是在用一些 简单的字 放在一起 然后表达一个复杂一点的概念 其他外国人 都能听得懂我说中文 但是他们听不懂你们说中文 他们听得懂我说中文 因为我用的字都很简单 没有人听不懂我说什么 OK 所以 但因为你们学的法语呢 就是上一集的高 就是书面语 你们学的是古文吧 可以这样 不是啊 不是这么糟糕 你们 那你们要找一个人 我有不同的人 尤其是在广东话呢 我会 我有几个朋友呢 我会问他 这个字是这样说吗 因为我会自己查 我查的时候 我谁都不相信 就这样说吧 当然 当然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会问清楚 问到他回我 然后我会 可能会再问一个 因为有些 有些东西 我们不太 最好是有两个人 你可以随时问他问题 然后他也随时 随时会回答你 然后他回答你的 你要相信他不会胡说八道 因为有些人 他也 所以 这个人 你可能要找 什么语言交换呢 因为语言交换 他中文学 你也可以帮他 不是说啊 你可以帮我翻译 一个整个东西吗 就是一个字 这样 搞清楚 或者是 用语音 这个东西 不是要写的 不是要写的 不是一个 我们现在谈的是 你们说话的问题 你们说话很正实 你们说话很正实 你们要 怎么可以 口语一些 正常一些 不像一个机器 不像一本书说话呢 就是要找 一些 一些 一些扫文 他们要 他们就是 专门回答你的问题 然后你找到了一个 如果他不好的话 你就换 然后你就换 换对了 找到 适合你的 会回答你的问题 你的需求的人 这个很重要 我有这样的朋友 不要觉得我 我也会这样 我也不喜欢错 我错了 没关系 但是我会打听一下 我会打听一下 这个呢 是你们 是你们的 最好的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 就是像我一样 我是 对 我 我这样做 所以 我这样成功 如果可以帮到你们的话呢 那就好 我会有 身边会有一两个人 不一定是朋友 不一定是朋友 不一定见过面 我会问清楚一些东西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你们写的有什么毛病 然后看一下 怎么可以改一下 第三个部分 现在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说一下 你们写法语的时候呢 会出现小小毛病 因为毛病真的很小 但是之前呢 我想要跟法国人 对法国人 说一段 说一段话 所以这个东西呢 你们可以分享给他们 你们俩 就像中文 对法国人 听起来 听说一段话 我解釋一下,如果不在晋语,这视频是为了晋语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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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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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 我就想笑一下 你是不是 你做這些 我只是教練 年來我創作為長 weiteren NoACH 你不是的年典 但男生 女生 itez你為何 按下 Ugahan 是那三寸 你不 latter 他們 Teach 我看 欠 deu 他們 кую 一彈 文 完 擊 gradually agu 你不能给いつ能做表震。 你会让你识内容? 有人是一个人那里,你会不会太多? 他能做三个人。 精不 instruct这些人的, 我如果我们学习的驰, 那么不êt那些人语师语师没有学习的语言? 也有些人全世界 如果您在网上 有100留言 有99留言 有99留言 有4话 你吃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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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不在意 我不是要你 要你不在意 我们是联系 但你会发生 你会发生 你很意味着想一句话, 在讨论中, ONE都可以教你的一些, 他们也不能教我 。 因为他们以后练习了学习。 你可能会让你断过的几个人吗, 那你不介绍一下了吗, 你讲中国文化语言, 你不介绍一下, 民主国文化语言, 借属的 sir供业返营混淡粉 excessive 我要小鸡 我回来 有些人物没有 again 瑞锻和 kaum像嘛 有些人给 backed这些好 在什么 什么这些事 有这么大的 有這麼好 这种委员 gets证lehely 就是那些人 想知道 你明白 因为这些人的网友 已经有些年纪了 那些人都知道 咱们说 你换个人 我一直在笑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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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解决 我认为 是比较恨的 我认为了语言 我认为了语言 这段话就到这里 大概就是跟他们说一下 他们法国人 你们要知道 法国人他们不会写法语 他们会写错的东西 然后是写的 我讨论的 我讨论的词译 但是你讨论的词译 但是你讨论的词译 你讨论的词译 如果我讨论的词译 如果我讨论的词译 但是看《戈戈的布团》 教训一下 如果我讨论的词译 我讨论的词译 如果我讨论的词译 如果我讨论的词译 但是中国人 没有这些词译 而中国人没有写错的词译 所以我刚才说 法国人他们不会写法语 他们 你们 所以第一 第一 我要先提醒你们 你们看法语的时候 如果不是在新闻 或者在一本书上看的法语 你不要相信 他们写的那段法语 是写的对 你们可能可以猜出来 那个字 但是不是这样写的 哥们 没有了那个 je suis 没有s 因为他们白痴 好吗 法国人会把保盖头 保盖头的一个字 突然变成提手旁 三点水的变单人旁 你字他们不写单人旁 他们写双人旁 我在告诉你 我法语是在法国 尤其现在加拿大 我其实不开心 在法国 法语在写的方面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毛病 所以呢 你们在网上看的东西 小心 因为 100个贴文 有99个呢 其中那99个呢 就是有三个错误 99乘以3 糟糕 但你们写的问题 不一样 你们写错的问题 不一样 一般呢 你们不会 你们跟法国人写的错误呢 不一样 所以 我是不会眼睛想要流血 但是你们有的时候呢 会搞错一个字母 就像你那你就是搞错一个电话一样啊 你电话本来是想要跟你的你婆婆打电话 然后突然变成一个一个变成不知道谁 你婆婆你怎么的声音变成个男的 因为哦 因为三字你打了四 就错了一个电话号 一个号码 整个人呢 对吧 所以你们小心 你们 因为现在说的是你打字啊 是电脑打字 我现在说 你写的可能不会不会出这些错误 那你打字的时候 小心你会你会拼错字 所以呢 意思就不一样 加上你可能不习惯说话 所以呢 你用的那个正式的法语能力 可能不对 这个是要听 在听我刚才跟你们说的 就是说话呢 要习惯说话 然后再习惯写嘛 所以写呢 没有什么大问题 只不过 呃 你们 你们会 对 你们经常会打错字 经常经常会打错字 然后呃 有什么办法呢 就是你们要看啊 呃 法国老师其实跟我们小时候 他们也跟我们说 你你你你你 你交那个交作业或者什么的 之前你要好好看 你有没有写错字 本来已经这个你要你要重新看 你有没有写错字 这个这句呢 呃 我们从小都都听过的 所以呢 你们按 send 发这个讯息之前先看一下有没有 有没有问题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们中文不太需要了 中文中文我们是在现场在在看 可能会再看一遍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很快就看得出来 法语呢 就算是法国人也有的时候看不出来 错字 所以你们多看 呃 不要马上就把那个东西发出去 呃 不懂 有其他书更简单 比如说 是给小朋友看的 但是呃 成年人也能也能看啊 不是不是不是一个专门给小朋友的 然后有工有一些卡通啊什么的 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些像立法 你 你们要是 没有那个词汇的话呢 词汇的话呢 你们就很难理解 先从简单的一些技术 接触一些简单的东西慢慢慢慢 呃 才会好 所以有一个东西你们能相信呢 就是书啊 书和新闻 其他呢 其他法国人他们不会写法语 所以我刚才跟跟他们说了 来我们总结一下吧 很重要 我没有告诉你们呢 就是我们明白你们说什么 on comprends que vous dites quand vous parlez français on comprends quand vous écrivez on comprends mais 奇怪怪的 ok 奇怪怪的是因为 你们怕 怕说错 mais moi怕说错 所以你们要一个朋友 他帮你 这样你就 你就更自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对的 有的时候有些人 在装听不懂你说什么 也可以有啊 对不对 不是每个人都是好的 对不对 呃 第二个大的东西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呢 我上次拍过一个 拍过一个影片 一个视频 小心 不要 影片视频 都一样 新的video 我拍过一个 就是说你们不敢开口说话 我再重复 你们不敢开口说话是一个错误 因为你们说话没有你们写的时候出现的错误多 ok 你们写错误 我们看 看 我们会理解另外一个东西 因为没有APA 对啊 意思会不一样 但是你说话的时候呢 有了个环境 意思不得不就是你想要表达的那个东西 所以呢 你出错的机会 说话出错的机会呢 没有写的那么那么多 写的时候呢 会 会有不少错误 ok 所以来写的是最简单 你可以躲在一个电脑后面 对不对 写的是最简单 但是你没有 你还没到写的程度 ok 而且 比如说 你现在B1B2 vous écri 啊 ouais ouais vous lisez très très bien vous lisez très très bien en français vous comprenez très bien mais vous ne parlez pas vous ne parlez pas en français vous avez un permis de conduire mais vous ne savez pas conduire et vous avez peur de conduire il faut bien conduire 对吧 车是要 本来就是要开的 不是用来 用来做的 有椅子来做这个东西 对不对 donc parler plus parce que si vous ne parlez pas 如果你们不说话 对 也写了 上次也说 你们不说话呢 是一个 法国人会很容易嘲笑你 他们 他们不会写法语 他还嘲笑你 所以 不要觉得 因为 你 你 你什么 点头啊 什么的 我有个朋友 他在马赛 他说 他上次去 一个中国 一个餐厅 就是外卖 然后他想要买 不知道什么 然后 他去给钱的时候 然后那个女的 就把手伸的 伸出来 想要拿钱 收钱 然后 我的朋友告诉我 我当时觉得 我要小心手的位置 不要碰到人家的手 要不然他可能会觉得 我想怎样怎样 知道吗 你们会给一个非常非常的 非常冷的一个感觉 因为 但是平时你们不是这样子 这个是因为你们怕 人家的反应 所以 或者是怕说错 或者是什么 也许你们觉得烦我 我也不知道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但是再次跟你们说 你们不说话 其实比说话更丢脸 就是不说话 不说话丢脸 因为怎么会这样 没有了 也不说话 好了 这就这样 记得 记得你们要 记得你们开完这个视频的 第一个任务 就是什么 找一个朋友 找一个人 你们上网查一个人 你们检查一下 他写的东西 对不对 如果他写的措置 比较少 你可以相信他 这个是一个点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我们下次再见 阿弥陀佛